那其實就是大概你的Paycheck 不是Paycheck 就是你的Total Comp的一半 就是稅後的 稅後的錢 包含因為你的薪水有底薪還有股票 有Bonus嗎? 總共加起來稅後 大概一半是支出 對 差不多 Hello,我是Cherry,Kelley Kelley是一個軟體工程師 然後他特別從加州 從Saint-Matteau飛過來 其實很多人他們會覺得說 在美國或是在矽谷 在加州工作 然後賺的錢開銷很大 雖然賺錢多 但開銷很大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集 可以特別邀請來Kelley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他自己在加州工作的一些經驗 然後還有就是收入啊 開銷這些 我覺得這個Range很廣 就是有些人收入賺十幾萬二十萬 然後他們會說好像很窮 或是不夠用 要不然就是二三十萬 或是甚至有三四十萬 我覺得他們都說自己賺很窮 對 我覺得今天這集可以給 如果想要來美國 或是對加州的這個收入跟開銷 真實收入跟開銷有興趣的觀眾 會蠻有幫助的 是去年畢業的嗎 對 去年畢業 在Berkeley畢業 對 從Berkeley 然後工作半年多 還不到一年 OK 大家都知道 在我頻道裡面 我最喜歡問觀眾就是 你的薪水多少 我可以給一個Range 因為每年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因為Bonus什麼那些 但是大概就是20到25 20到25萬美金 這是美金 這是稅前的收入 稅後收入的話 大概是多少 沒有算過 稅後 其實我大概都算稅大概是三分之一 就是前後整個全部扣起來 就我沒有算到很細 因為我有CPA幫我算 差不多 對 因為你如果到收超過40萬 我覺得大概就變成 就另一個 就大概40% 然後再更高可能50% 我可能大概30 30多一點點的 30多一點點 對 我們算25萬好了 250K 對大概16 17左右 這個收入 我覺得在 玩區 在 在貝爾 應該算是 在Nuegrade算是蠻高的 就是比較高 對 算是比較高的 就正常可能很多 還是不到20 對 就可能12 15 蠻多 通常會超過15 通常會超過15 對 就15到20 就是去年左右 對 然後你的公司也算是比較 PAY算比較高的 對 等一下 這個收入換成台幣多少 對 剛剛算 四五百萬吧 嗯嗯嗯 五百萬台幣 那你覺得這個收入 你還滿意嗎 就是你現在的生活開銷 就是開銷負擔的來 但就是不會是我覺得 安逸的狀態 就我覺得還可以再更好 對 就不是一個我滿足的 但是至少就是我所有開銷 然後儲蓄什麼都是OK的 就不會說不夠 那你還有其他的收入嗎 除了軟體工程師的時候沒有 在舊金山軟體工程師的收入中位數大概是二三萬 哦 我想的低耶 對 因為他是中位數嘛 所以中位數其實包含了各種大小公司 所以我覺得你們公司的PAY算是蠻高的 就是如果要以WANCH來講 他覺得是TOP 我覺得是TOP5% 我覺得應該是有 應該有 拿到這個薪水 你覺得這個薪水你很努力的去爭取嗎 還是就是一般來講在你公司NUGRAD都是差不多這個 我覺得NUGRAD彈薪水的空間比較小 就通常會用到那種interview需要彈薪水的 就either是在小一點的公司 他會有彈的空間 或者是你level比較高 你可以跟他negotiate 但是在大公司的NUGRAD package 通常都是send的 然後我公司其實也算中到大 就他那時候也是就是non-negotiable的package 所以就沒有negotiate的空間 而且因為他們確實已經高出市場價了 所以其實也沒有太多能講的空間 對 那你當時在回去這家公司的時候 你需要面試嗎 或是 對我是intern return 然後那時候我是沒有面試 但是我們intern其實也沒有全部都接受return 就我們說return rate return offer rate大概只有一半而已 就50% 就還是會刷掉一些 對 刷蠻多的 就以50%算是蠻低的 所以算很厲害 運氣好 那通常可能有個七八十%左右 通常 我覺得蠻厲害的 因為尤其是最近一兩年可能 比較難一點 對比較難 對啊 什麼high count什麼都比較少 對而且很多公司都在裁員 對 我覺得還不錯 薪水看起來 就這個薪水其實算 如果你速度來看的話是非常高的 當然在灣區 生活的話價值觀就會有點偏差 對 有一點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開銷 就是不管你今天賺多少 你如果今天賺100萬 然後你花99萬 那你還是一樣窮 我覺得最終都是看你的薪水跟開銷 然後你最後能剩下來多少錢 然後拿去投資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先從開銷 先從租金好了 應該是最大的開銷 對 你的租金月租多少 因為我是有室友 所以我月租就是要算車子的話 大概就是2000到2500之間 就是包含停車位 對包含停車位 你的房租現在2000到2500 對 然後這已經算是 我覺得還蠻好的 deal 那為什麼是2000到2500之間 就是因為確切數字 不是一個整數 就什麼2358 對 但是以灣區來說 就是以我住的那種公寓來講 這已經算沒有很貴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我簽的時候也是有Promotion 所以其實它原價更貴 對 然後我簽到的Promotion就有比較低 但是 這是有室友的租金 就如果有自己要住的話 一定是2500以上 在灣區 尤其是加州灣區那個地方 如果你要自己一個人租一個房子 然後又沒有室友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蠻貴的選擇 應該要3000以上吧 3500左右 對 就如果住到一筆一筆 通常都要3000以上 然後因為我是沒有去看那種House Town 還有什麼 因為如果我自己住的話 那也有點太大了 但是那種可能就更貴 所以最大的開銷就是租金 對 就除非有其他大的消費 跟買東西什麼的 但是那些不算的話租金一定是最大的 但這個應該算是比較不錯的樓吧 就是 對 當然你也可以租便宜一點 對 又更便宜的 對 但是就是你租的地方應該算是還OK 還不錯 因為地點來講也不錯 然後我都比較喜歡住那種 比較集團管理式的公園 就是不是那種個人房東在出租 因為那種有時候比較容易出問題 所以集團就是他的那些租約什麼 也不會有什麼坑給你跳 就是那樣 所以就很安全 所以我後來通常都是挑集團的 除了租金之外 我覺得下一個最大應該就是汽車開銷 你是買的車還是List 買的車 買的車 所以每個月的話就是停車費 保險 有錢 對 還有就是 因為就是汽車的話 其實就算有能力全款拿下 他有一個車代的紀錄還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是有部分finance嗎 對 就是一點點的finance 因為那部分會在你的credit history上 然後你也不會付太多利息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我為了要build credit history 所以我有finance一點點 但那個一個月就是不多 可是整個 因為insurance也蠻貴的 尤其是如果是新車 然後我又是新駕駛的話 就是其實蠻貴的 整個加起來 每個月 我還會做一些事情 就比如說我會貼什麼 你知道什麼 防止外線膜啊 或者是車各種 一個月可能會要將近1000 500到1000這個range 有時候就是你做一些保養什麼 就會將近1000 然後沒做什麼 就會貼近500 那邊 adverage大概750 差不多一個月 對 這也是蠻大的比開銷 對 蠻大的 而且有錢 就看開的多不多 我開的可能算 average 但開多的話有錢也就自然更高 我覺得這個還蠻聰明的 就是 因為很多人他們 沒有 credit history 對 可能連信用卡都沒有辦 但我覺得在美國 就是你一定要辦信用卡 然後你一定要有一點點的 借錢的那種 history 要不然你很難 之後要買房子 對 房貸什麼 就很難下來 對 第三最大的開銷 應該大概就是 吃飯嗎 或是 我食物的開銷可能是偏高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算過 你的 我怕我講出來比你高台 沒關係不用怕 講就對了 我一個月可能也在一千場下 我覺得其實一千正常啊 但是你經常在公司吃的話 對 我已經經常在公司 所以那個開銷已經是有下來一點 而且我覺得要看有沒有旅遊 因為旅遊的話 就是常常吃餐廳什麼會更多 所以就是正常狀況下 可能是一千 就旅遊零幾這樣 我覺得差不多一千 如果你在灣區 然後你沒有公司的飯可以吃的話 也差不多大概一千五 可能左右 兩千 大概這個range左右 因為我進公司就是都可以 就基本上不太會花到吃飯錢 那你平常煮飯比較多嗎 還是叫外賣 我通常下班之後很累 我就會不想煮飯 因為下班之後我比較常點外賣 那你可以在公司吃晚餐嗎 公司沒有 我們公司沒有晚餐 公司是午餐 跟早餐 對 然後週末的話 就是 either煮 或者是點外賣 但是我煮都是煮比較簡單 因為公司有吃的 所以東西買回來不煮就會壞掉 然後後來發現我買回來東西一直壞 我就比較少煮 因為我東西實在會放冰箱放太久 所以後來就比較少煮 我有miss到什麼 你覺得最大的開銷 我覺得可能有些 偷 有什麼奇怪的開銷 我沒有想到 寵物 寵物很可愛 寵物 你有一隻小狗 對 對 我有一隻狗 我覺得在美國養狗非常的貴 尤其是你要給狗狗買一些保險 對 我狗狗也有買保險 而且因為我接來的時候是小狗 所以小狗一開始需要打疫苗 需要看醫生 然後需要絕育 然後 吃飯也是 因為飯 就是你有不同種 你有窮養的方法 你有富養的方法 你可以餵狗糧 你可以餵那種最好的食物 所以 但我狗現在幾乎都是吃鮮食 就會訂那種煮好的肉 然後會拌青菜 那應該是最貴的 那應該是最貴的 對 這整個開銷 其實狗狗也是要看 我有時候如果我旅遊的話 我把牠送去寄養 寄養也是一筆錢 寄養通常一天可以 就是大概50到70美金左右 對 所以那也蠻貴 你出去五天可能就三四百塊 還有training也很貴 training超級貴 狗狗training 通常就是一定是超過500美金 就是有時候會超過1000美金 這是一次性的 對 但是 I mean 有時候training 你還是會帶牠回去 再繼續上課什麼的 對 所以這些就是 你都可以不要花 就是取決於你怎麼養牠 看你想怎麼樣 對 但是我的話 我覺得我平均下來 一個月應該也是有個1000美金 在狗狗上面 就還要剪毛啊 定期美容 對 因為我的狗是比較偏貴賓狗那種 所以要常常洗澡剪毛 不然牠的毛會塌掉 對 但是有些狗就比較不需要 brooming也很貴 就你帶牠去洗澡一次 通常 我是小狗 然後還要大概100美金左右 大狗就更貴 對 而且你說要給個tips 什麼之類的 對 就是反正開銷也是差很多 美國文化什麼都要給tips 對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美國整個來講 尤其是加州很嚴重 就是紐約把這些 costalism 比較高 像西亞洲這些地方 tips的那個文化越來越 我覺得很惡化 就是變得很 就那個pad 你按下去它可能最低就變什麼 18% 我現在還想到什麼20幾 然後30幾 40 天啊 就是你可以取消 你可以自己選 你可以寫custom 對 但那個人就會一直看你 對啊 但我覺得就是 一頓飯可能 那個菜單上面價錢是100 然後你吃完 加完稅 加完tips 就可能150 對 160這樣子 很誇張 而且去好一點的餐廳 通常都要tips比較高 對 所以 這就是美國的開銷 賺了很多 但是 也沒有說賺了很多 但是賺了相對來講 realtively多 realtively多一點 但是開銷也蠻多的 對 欸 我發現食物可能更高 因為我的食物跟grocery 是分開寄的 所以如果記在一起 可能有要獎近1500 食物跟grocery 對 我自己那時候分開寄 就是1000可能是我 dine out 點外賣 然後就是 你知道 然後我actual食材 ingredients 我自己煮的可能就是 大概500 所以1500可能加起來是1500 突然發現有點多 對 東家加西家要多個2000 多個3000 那下一個 娛樂 不管出去玩 或是買自己東西 買開心 送給自己 或是 Streaming Service 像Netflix 這些 手機 網路 我覺得這些都算得很厲害 就是其他這些 對 你覺得大概 這個vary很大 就是因為旅行什麼 你也不是說 就我沒有算過真的一個平均值 但是當然就這個月有旅行 這個月可能就會飆高 下一個月都待在家 那就沒有 對 而且買東西也是 就是偶爾一次 可能好幾個月會有一次超大筆的買一個東西 但也不是永遠都這樣 就是我確實我覺得 尤其如果到紐約什麼地方旅行 就你首先飯店前 然後吃飯前 然後你觀光所有門票 什麼就一切都超貴 我來看看 我看看我2022 算 15000 就一個月大概1000 我們就算一個月1000 好 一個月1000 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我自己其實我抓是 就是只要這個月不要有太爆的一項開銷的話 其實大概6000 6000到6500 那其實就是大概你的paycheck 不是paycheck 就是你 你的totalcome totalcome的一半 一半 就稅後 稅後的 稅後的 錢 包含 因為你的薪水有底薪還有 還有股票 RSU 有bonus嗎 有 總共加起來 稅後 大概一半是支出 對差不多 然後剩下來的就是 可以存起來 或是拿去做投資 我如果要講的話 我覺得狗花的錢 有點出貨我意料 真的嗎 因為我想說 狗可能花 兩三百三五百差不多一個月 兩三百 我不知道狗可以花到1000塊 兩三百有點難 我沒有養過狗啦 只是我猜的 但是我不知道狗可以花那麼多錢 有可能不會到1000啦 就是大概一兩百會是在食物上 然後可能兩百左右在grooming 然後剩下就是可能你帶牠 就是去技術啊去training啊 什麼那些錢 所以好 可能不會到1000 會 但我覺得daycare值得是很好賺錢 對 很多人副業會做狗的daycare 假如你家裡有多的房間 或是你可能沒事在家裡 就可以做個daycare 因為一天50塊 蠻好賺 你可以拿兩三隻狗在家裡 對 也比較累 也比較累 但我覺得需求很多 就是會很多需要 真的 因為大家要進公司上班 或要旅遊 就一定要把狗狗帶去一個地方 對 然後收入大概一萬三 然後總共還交大概六七千 嗯 所以大概是一半的錢 是可以存下來的 你這個存下來的錢你有拿去投資嗎 但是我現在就我沒有很Pro 所以我大概都是小錢在一些 就是 對 ETF有 或者是一些 某些科技股有 但是我都不會是很大筆錢在裡面 就是我有一點就是放進去小玩一下而已 對 因為我沒有到很信任我自己的眼光 但是如果真的大筆錢要放 我可能還是會放安全一點 可能T-Bill什麼之類的那種 OK OK 所以你是比較保守的 暫時 暫時 對 暫時是這樣 就Until我覺得我自己眼光還OK 我才會 開始比較多錢放在高風險 對 高一點點風險的地方 然後一部分也是有在Emergency Fund 因為最近科技的狀況這樣 就感覺Emergency Fund要多一點 所以銀行還是要有一些錢 我覺得50%能存下來在Barrier算是蠻不錯的 我覺得我也沒有到超級節省 就是如果是很節省的人一定存得更多 好 那今天這集大家就這邊 非常感謝Kelly來分享她自己的收入跟開銷 如果你覺得這集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Kelly點個讚 幫我們點個讚 然後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Kelly的頻道 對 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如果在彎區的話 你的開銷大概是多少 我覺得 我也很好奇 就是大家平均是多少 我覺得應該蠻蠻有趣的 好 那今天就還是這樣 掰掰 掰掰